2月10日,TFBOYS成员王俊凯前往北京电影学院进行议考 现场围满前来加油的粉丝 场面可谓是议考以来最混乱的场面 最后王俊凯考试结束,不得不爬窗户离开考场 今日,由北电老师发文怒批考场混乱秩序 愤怒不堪地写道 堂堂电影学院,亚洲最高电影学府 也要靠簇拥跃跌博取眼球吗? 无愧对草坪上漠然助力的先辈 无愧对遵失重道的校训吗?实在太丢人了 该老师还在发表的言论中对于自己学校的学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告诫学生,记住你的高贵 来自于职业的尊严,来自于前辈的付出和奋斗 请重视自己的脸面 有网友对于该老师的言论表示不能理解 称这是大量的粉丝来围观造成的 不能归咎于所有人 也有网友表示理解该老师的言论